女子團體Dreamgirls當中的隊長宋敏晴 下個月8號就要在台北舉辦婚宴 韓國籍的宋敏晴覺得 穿上婚紗就像個公主 因為她喜歡大自然 所以婚禮也走森林風格 要告訴大家 我男朋友求婚了 掌聲掌聲 女子團體Dreamgirls中 韓籍的宋敏晴去年底接受男友求婚 兩人5月8日將在台北舉辦婚宴 宋敏晴出席代言婚紗 談到太性感的婚紗 她不敢穿 比較喜歡小露性感的蕾絲宫廷風格 也為婚禮訂做了特別的婚紗 我這次婚禮是有一點走森林風格 不會是完全是風車 還是會透透的看得到 就是比較小心感 然後蕾絲 然後就是C15的那種風格 看得出來 兩人感情甜蜜 35歲的Kevin 在台北開了間韓式餐廳 以宋敏晴的家鄉口味 抓住他的胃 也抓住他的心 愛情得意的宋敏晴 婚後是不是會退出Dream Girls 應該不會太大的改變啦 對 就是除非我之後可能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可能稍微 對喔 目前同團的李玉芬 已經確定將會是婚禮伴娘 而郭雪芙則還不確定 Dream Girls三人當中 隊長宋敏晴知名度一直不比 其他兩位宅男女生 廣告電影也沒有代表作 現在即將嫁為人妻 會不會影響他的演藝生涯 還要看粉絲買不買帳 郵件TV楊子健 情熱與台北報導